梵蒂冈电台训 教宗方济各3月9日在宗座大楼书房窗口 主持诵念三中经活动 念经前 他邀请聚集在圣伯多禄广场上的众信徒 弃绝魔鬼 弃绝他的作为和诱惑 教宗说 耶稣不跟魔鬼对话 不像恶娃在伊甸乐园那样 耶稣很清楚知道无法与撒旦对话 因为他非常狡猾 为此耶稣不像恶娃那样与魔鬼对话 而是选择以天主圣言来保护自己 以天主圣言的力量答复撒旦 我们要记住这一点 在受到试探和诱惑时 我们不要与撒旦对话 始终以天主的圣言来保护自己